今天要試做網上看到的紫菜包飯三文治 材料非常簡單 自由配搭 首先要有紫菜 蟹柳 蘿蔔 雞蛋 芝士 雞胸肉 肉鬆 當然不少就是白飯 先打蛋 最後用這些長方形煎蛋卷的鍋子 嘩 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那邊還未熟透 希望成功 將它反轉 嘩 不是太正方 蛋煎得不太漂亮 不過不要緊 都可以吃 這是網上看人的煎法 但我想也要嘗試多幾次 這支粉是我非常推介的 是一支萬用粉 只要灑一點點 例如炒菜 煎蛋 又或者待會煎雞胸 灑一點點 就不需要其他調味料 懶人必備 用了這個珍珠米 首先攪拌一下 然後 加入壽司醋 下多少 就視乎自己的口味 現在呢 輪到這個紫菜包 反三文治最重要的 步驟就是 剪這一刀 首先 對摺了一塊紫菜 對摺 再對摺 然後呢 就剪四分之一 其中一條痕 其中一格 放飯 少許肉鬆 其實是根據自己的喜好 或者放蟹籽也可以 做主婦最厲害的地方是 家裡有什麼就用什麼 另一層呢 我就放雞蛋 剛剛好 放雞肉 搭這個黃瓜 最後一層呢 芝士 加蟹柳 然後就對摺 然後就對摺 由剪了那邊 開始摺過去 哇 我太貪心了 好爆啊 包一層的保鮮膜 可以方便待會食用 不知道切出來是怎樣呢 第一次做啊 包得有點失敗 哈哈 不要緊啦 我們照切 我本身都想著這條片出不出街的了 因為你看我做到 變成肥仔三文治啊 好肉酸啊 不過煮食就是這樣的了 怎麼會每次一次就成功啊 所以紀錄我失敗經過都很重要的 那小小的分享啦 就是千萬不要貪心啊 每一層呢 放得不要那麼多 不然捲一下捲一下就會變肥仔 就包得不漂亮的了 第二次做呢 成功好多啦 只要不要那麼貪心 就做到漂亮點了 繼續努力 謝謝